财联社11月3日点 国家安全部官微日前发文指出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 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活 经济活 金融稳 经济稳 现代金融不仅深度融入经济运行所有环节 与每个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息息相关 还深刻影响社会稳定 国家治理 国际竞争等各个领域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 带有战略性 根本性的大事 在看到金融工作来之不易实践成果 理论成果的同时 要清醒看到金融安全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 相互影响 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个别国家把金融当成地缘博弈工具 屡屡玩弄货币霸权 动辄就挥舞金融制裁大棒大打出手 一些居心叵测者妄图兴风作浪 趁乱牟利 不仅有看空者 做空者 还有唱空者 掏空者 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华投资信心 妄图引发我国内金融动荡 这些都给新形势下维护金融安全带来了新挑战 国家安全机关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积极参与经济 金融等领域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对金融领域国家安全风险密切监测 准确预判 有效防范 依法打击惩治金融领域 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做金融安全的坚定守护者 为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做出国安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